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开了一家名叫听涛园的农家院 说起农家院大家可能都不会感到陌生 但是这家农家院里每一个房间都有着特殊的名字 比如空勤灶 侦察莲 工兵班 更为醒目的是这里还修建了一座纪念碑 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装修成这个样子是为什么呢 这里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现在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去认识一下 这位名叫董贵生的退伍老兵 我叫董贵生 1963年出生 四川成都习县人 1982年在元十一军三十一师富裕 战火前线 日去青年 年轻的我们对着军旗 许下彼此的诺言 战火消失 我去九死一生的火了下来 看着苍凉的荒山 我的心情无法去说 在军人的支点当中没有下跪这个词 只有冲锋 杀 可是当面对白发苍苍的老妈妈 身形弯曲的老八十 我的刚硬却显得那么不值得一提 八十四封郑王同志说 我整整下跪六十七次 爸爸妈妈 你们的儿子 已经与这青山绿水藏在 接下来我将结果他们的责任 挑起他们的利物 实现我们当初的诺言 渐渐地爸爸妈妈变老了 他们对我说 想去看一看儿子牺牲的地方 看着老人渴望的眼神 或日夜衰老的身体 我对我自己说 三十年前 我是一个给家庭带去二号的邮差 今天 我是爸爸妈妈与战友间最好的姓氏 说拿这个牛在这儿 今天不能抽烟 再三给大家说 今天不能抽烟 因为空间要么小 不能抽烟里面 不能抽烟 妈妈去 东桂生依然穿着三十年前退伍式的军装 他说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今天的董桂生 犹如一名 终于盼到过年的孩子一样 格外的兴奋 看着董桂生 不知疲倦地 防着忙娜 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力气 董桂生常说 自己只是一个二十六岁半的小伙子 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他今年已经五十三岁了 每年的八月一日 东桂生都会请来自己的十几位爸爸妈妈 来他的农家院里举行纪念活动 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了多年 此刻董桂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去接一位行动不太方便的老妈妈 以前老妈妈住的房子 它是很难的 在农村 现在呢 就是说 妈妈搬过来以后呢 现在给他这个地方住的房子 命人好奇的是 杨妈妈家里的物品摆放 有着非常明显的军营特征 看着母子其乐融融的景象 有谁会想到 眼前这位杨妈妈 曾经在三十年前挥舞着镰刀 准备砍杀董桂生 1984年 董桂生与杨摩山 是原十一军三十一师的战士 在一次战斗中 董桂生身负轻赏 而距离他五十米开外的杨摩山 却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刻 这么长一个木头牌的一个山脚 定下来什么名字 那个是我们一生不能忘记的 我们当时哭的时候 没有我们走的时候 没有一个战友 那个腿是站直的 战友我们走了 我们走了 已经安息了 就明显 清山埋中谷 铁血 铸鹰魂 董桂生的二十七位战友 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而久死一生的董桂生 也因富商回到了部队 不久之后 他接到了一份特殊的任务 我们代表部队 就把这个郑文同志 发给他以后 把那个补助的钱 还有那个粮票 还有那个白糖 这些送给他 包括了衣物 还有武装部 陪着我们 把那个衣物 发给他 签个字 1985年12月6号 对于董桂生来说 注定成为他一生中 最难忘的日子 因为我当初去的时候 把那个郑文同志说 给我们那个 白夫嘛 那个妈妈就说 这个老爸就说 我说您的儿子 已经光荣了 他光荣还不懂 我说牺牲了他也不懂 看着淳朴的父母 董桂生强忍着内心的伤痛 决定找个合适的机会 再说出来 突然听到儿子去世的噩耗 院子里原本平静的气氛 一下子紧张起来 安静的杨妈妈掀掉了桌子 抓起了镰刀 砍向董桂生 拿起了个刀 我不要钱 我要我的儿子 你还我的儿子 你说是我儿子死的 你为什么没有死 就跟着我追 就大概有一百到两百米左右 最后妈妈是休克了 第一家就相当的痛苦 那段日子里 杨摩山的父母 将怨恨都发泄给了董桂生 每次见到他 都会恶狠狠地挥舞着连岛 因为他们一直不愿意 接受自己的儿子 已经离开的事实 那站场冲锋陷阵 我都没有怕过 但是回到地方上 一看来以后 这又是临方战争 这个战争就是 比战争上还要 还要凄凉 还要残忍 想想战友们生前的承诺 董桂生决定 先留下抚慰父母的情绪 帮助家里干点 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在他家里面 住住待了是十一天 天天帮他们 就是这个农村的 超甜的嘛 把他们的泥田 把他们担水 知道吧 不能搞 知道吧 用在家里面 去就太困难 这个是大胆 这个是帅手的 我这个 这个是 渐渐的 杨妈妈接受了这位好儿子 而董桂生也给老人 深深的磕了三个香头 八十四封阵亡通知书 就有八十四个心酸故事 原本 原本只要一个月就可以完成的任务 董桂生整整用了八个月 而这一路走下来 董桂生任谢了十四位老人 照顾他们 实现承诺 成了董桂生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 二十八年的时间里 董桂生一直恪守着对战友立下的誓言 默默地守着十四位老爸爸 老妈妈 替战友尽忠尽孝 在董桂生的帮助下 老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 可是如何抚平老人们 心中的创伤 减少精神上对儿子的思念之苦呢 董桂生又开动脑筋想起了办法 董桂生从部队退伍回来之后 每年都会有几个月的时间 去战友的家中做农活 陪老人聊天 他一直也没有稳定的收入 直到1996年 董桂生借钱开办了这家 名叫听桃园的农家院 全家的经济状况才有所好转 尽管这个时候 他还是收入比较微薄 但是董桂生拿出了大部分的积蓄 孝敬这些父母 幸运的是 董桂生的爱人和孩子 都非常理解和支持他 去年 董桂生又花钱在院子里 做了四尊石头雕像 这里是董桂生创办的 听桃园老兵俱乐部 整个布局完全是仿照 当年连队营区的模样 设计修建 而每天准时吹走军号 军歌 为战友上香尽力 这一习惯 他已经坚持了19年 他说 吹军号是呼唤战友归队 军歌是退伍不退色 军礼是对战友的崇敬之情 这石雕上的四位英雄 都是董桂生的战友 他们在战斗中 显出了宝贵的生命 买他是我们买的 买的时候 走的时候 跟他多说一句 我们回去了 你就得点休息吧 这块石雕的主人公 叫秦安金 他的父亲 今天本应该出席聚会 却不知道 因为什么原因没有来 这让董桂生的心情 变得异常紧张 这个打电话也不接 具体是 这个半岛呢 还是生病了 所以我觉得是早期的情况 老人名叫秦自财 他19岁的儿子 秦安金30年前在前线牺牲了 至今在秦自财的家中 还保留着儿子牺牲时 留下来的水壶和武装袋 老人说 这样孩子就会一直在他身边 时间早已淹没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浑浊的眼泪 说不尽 他30年的牵挂 在今年2月份 已经84岁的老人 向董桂生提出 想去看看 埋葬在1600公里外的孩子 面对着老人的请求 看着老人日益瘦肉的身体 和浑浊的眼神 董桂生内心 怀感焦急 最终 他答应了老人的请求 就在这时 原本对董桂生工作非常支持的爱人 却强烈反对这次冒险的旅行 考虑到父母的身体的问题 再加上我们就来 又是将近 差了一个礼拜 你在每路程 又是将近156天 因为父母年龄毕竟大了 身体成熟得了不 思来想后 董桂生决定 带着所有的爸爸妈妈 去一次历史陵远 看看长眠在内里的战友们 为此他不仅备租了急救药品 还带着爸爸妈妈们 做了一次全面的体解 老班长其实平时生活非常节俭的 但是他在对待老爸爸老妈妈这件事情上 一点都不吝声 一点都不心掌钱 董桂生的一举 得到了皮县县政府和地方武装部 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 终于在今年的三月份 董桂生带着13位爸爸妈妈 来到了烈士陵远 而一直关注退伍老兵事业的郭阳导演 也全程记录了这次活动 成都到昆明 一千零九十七公里 昆明岛历史陵远 四百一十四公里 目的地一步步靠近 让老人们多年埋在心里的战争窗上 被一层层的揭开 当老班长带着爸爸妈妈 来到烈士陵远时 已经是深夜 安顿好他们后 董桂生已经迫不及待地 赶来看望战友 买了六斤肉 明天大家都要 而且都摆一面有酒 我们下面出的中华 但是各位在义都出中华 也还是七条圆 明天全备好了 兄弟会整 那我一领上去 好 战友们 我就汇报完毕了 明天我要准时 一时白发满病的秦大爷 第一次见到了长年的孩子 这一刻 内水再也不能一直夺旷而出 一千六百公里的路程 让老人见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虽然儿子已经牺牲了 但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回到成都的老人们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谢谢我的好儿子 让我们今生不再有遗憾 如今董桂生已经53岁了 当年那个英姿萨爽的小伙子 也已经白发斑驳 尽管时间改变了他的容貌 但却见证了他无悔的誓言 承证就要坚守 哪怕我用尽最后一次的一切 已经53岁的老兵董桂生 经历了战火的洗礼 坚持替27位阵亡战友尽孝达28年之久 足迹踏遍了重庆 四川 云南等地 他先后送走了九位老人 兑现了一个老兵的庄严承诺 当记者问他 为了照顾这些老人 每年大概要花多少钱的时候 董桂生笑而不答 在他的心中 有很多东西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您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认识电影集结号当中 主人公骨子弟的原型 王爱福 明天见 军传仪式上 蜂小刚叫舅 谁 这都是你固字币啊 是一段怎样的成年往事 让她成为 蜂小刚认定的 骨子弟的原型 我看到的就是个範围 你一个个一直在那里 好尽家菜 只为送烈士回乡 这位老人到底 屠的是什么 所以就这么十年了 太难了 君女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王岸福 集结好生 游在尔